据澎湃新闻,9月28日晚间,中国恒大披露公司主要附属公司,恒大地产涉及的重大诉讼,即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事项的更新公告,根据公告内容显示,在涉及的重大诉讼方面,截至2023年8月末,恒大地产标的金额3000万元以上,未决诉讼案件数量共计1946件,标的金额总额累计约4492.98亿元。 在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方面,截至2023年8月末,恒大地产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,累计约2785.32亿元。 此外,截至2023年8月末,恒大地产逾期商票累计约2067.77亿元。 房地产项目资产处置方面,截至2023年8月末,恒大地产通过股权转让、土地,即在线工程转让、信托、代持等方式,以完成过户的房地产项目共计73个。 2023年8月期间,恒大地产新增163条被执行信息,新增被执行金额合计约91.28亿元。 此外,在2023年8月期间,恒大地产作为被执行人被冻结的子公司,即参股公司股权新增68笔。